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妇科也很不好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你的血液有点小问题 你睡眠不好 而且你年纪轻轻掉头发 听得懂吗 而且你颈椎也不好 对 压力比较大 压力大也不要把颈椎压垮呀 对不对啊 以后每个人都有压力 所有马路上走路的人都这么出来啊 听得懂吗 压力大要舒缓压力 要学会舒缓压力 无所谓 明白了吗 我觉得你自己有个性 但是你呢 就是怕去做 你胆子大一点 一边念着大悲咒 一边好好去做事情 保你成功 学会念经很重要 明白吗 我看看你是什么颜色的兔啊 是兔子吗 老鼠 老鼠 你是黑老鼠啊 你要多穿点黑的衣服 你去interview啊 跟人家见面啊 想成功谈生意啊 你要穿黑的衣服 听得懂吗 你是完全是个黑老鼠 你穿的白的你不胜利的 听得懂吗 而且我告诉你的智商有点小问题 听得懂吗 脑子不够用 主要是情商 谢谢师傅 他还自己鼓掌呢 就情商不够啊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事业跟婚姻 我现在事业刚刚起步 然后想问一下师傅 您有什么建议 婚姻啊 事业 74年的数是吧 84年的数 你的事业现在 四个月之后 才能有点转机 转六个月之后 又开始不好 明白了吗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人合作 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找个人合作 明白吗 那你现在 要越过 要越过十月份 开始好 年底的时候 你的生意会好起来 明白吗 到了明年四月份 又开始有三四个月不好 你这个生意是不稳定的 要靠别人注资 要靠别人注资 就是增加一些钱 所以你自己好好念经 求菩萨给你来个贵人 明白吗 明白 好不好啊 明白 谢谢师傅 最后我想问一下 我老公可以吗 你老公什么 也是84年的老鼠 我想问一下他的事业 一般 一般 你老公脾气很大 你听你老公的 因为两个老鼠 我看见吗 一个黑的 一个白的 你老公是白老鼠 听得懂吗 听懂 你老公这个老鼠 一直在抓你 他虽然外面 没有什么女人 但是呢 他对你管得很严 也是件好事情 虽然你长得不是 太好看 他能这么对你好 也是件好事情 听得懂吗 好 谢谢师傅 还有自己要当心 你两条腿 有一条腿经常抽筋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条腿经常抽筋的腿 以后会有点点瘸 你现在没感觉吗 你这个腰这里酸了 有时候走路有点瘸 明白了吗 要锻炼 经常走路 不要偷懒 你老公都骂你懒 因为他比你更懒 是是 谢谢师傅 师傅怎么说的都对的呢 就好好念经 好不好啊 好 多念心经 让你老公变得聪明 智慧一点 你就成功了 好 谢谢您师傅 好